1月1日 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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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的地砖 就是這副模樣 坑坑洞洞 讓不少爺爺奶奶 踢到跌跤 踢到啦 踢到啦 嚇著嚇著嚇著 嚇著嚇著嚇著 嚇著嚇著 有時候那個年紀大的 哪會都摔倒 都卡住了 嚇著嚇著嚇著 嚇著嚇著 嚇著嚇著 希望能鋪平 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而且不會 比較不會那個雜草重生 旁邊都被雜草重生 住在附近的民眾指正利利 看見不少老人家摔倒 市議員張耿輝 邀請相關單位到場會刊 解決辦法 生長在七土區長大 這條路是我們小時候就 小學生的時候 就開始吃狼走了 因為那時候是連華公司 現在是神通 那我想今天很多的市民 跟我們環境 尤其是一些長者 在新走的時候 還是上班族在 有時候在趕時間的時候 往往路平都造成他們 腳會去受傷 而且路也不平 又有老人家 市場會跌倒 所以說今天請我們市政府 養工科到現場備攤 希望立即能夠在明年 有限的預算 趕快來施作 我們公務處養護工程科 即刻編列預算 那在明年將會執行 這一段的人行道整興建工程 那希望能夠給 完成之後能夠給市民 一個良好的行走環境 公務處方面指出 本來就有計劃要更換這裡的磁磚 預計明年3月會全部完工 讓行人行得更安全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 請多多患 宣布 更多的時間